美股跌到200多点 三大指数都偏远 现在市场仍在关注通胀的问题 你怎么看美股近期 都是不同轮流的主题版化有炒作 整体气氛大家都很热烈 起码比起港股来说 美股仍然有信心 你怎么看回调压力 暂时还未算很大 或者这样去解读 因为美股虽然较慢的时间 又再跌一些 但是美股在山顶上 你可以说现在这些位置 和历史高位比较的话 其实不是差很远 所以就算即使在这些位置 大概3-5% 其实那个幅度真的很小 真的很少 而且每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以之前的时间 很多公司出来的业绩表现 其实都很飙轻的 好像如果以今个星期 一大堆的零售股 其实你见到的 全部的表现都比较好的预期 所以你见到 一些板块的表现 其实都是很强劲的 其实你也可以说 轮着炒的 因为本身就之前那段时间 这些方议股的业势那边也很厉害 所以炒了上来 那这一阵就炒了零售股 所以就变成了 我觉得当年的投资议股 其实都还是不差的 只不过就真的 可能借着某些消息 就好像刚刚你提到的 可能说那些个别的数据 可能出到来比较差 甚至大家现在又好像比较关注 那些公益链一些的状况 这些情况 让可能美股有一些的回调 但是那个大方向 或者形势上 美股仍然是不差的 我觉得都还可以说是 相当之理想的 只不过就是因为本身 因为今天就是18号 你下星期开始有个 这样的假期 变相之下 可能市况有机会会 可能会比较淡静一点 但是个别的板块 我觉得又没有什么 甚至乎大家如果 如果大家现在开始 又留意开美股的话 我想个别的板块 好像一些特新能源车的股份 一些电车的股份 其实都升得了 都波幅都颇大了 那就变成了大家 没有了 美股仍然是乐观的 只不过如果这一刻 都是未入市的话 那我会建议大家 都是可能想起过 这样的节假期 就是下个星期四 五的时间 可能天照我都未迟 那如果大家有货的话 不妨先拿着货